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西藏双湖县 一个叫嘎措乡的地方 昨天在这个村子里面逛了一下 加了一点油 吃了个早饭 现在已经11点45了 快12点钟了 现在从嘎措村走 走到荣马县 今天晚上应该能够到荣马县 有200多公里 早到天黑 这边天应该是7点多钟才黑 今天走到荣马县应该是没问题 现在出发 来到这路口不知道怎么走了 这一条岔路 这应该是一条省道 但是太偏了 国内两个比较流行的几个地图都显不出来 美帝这种地图标得比较清楚 就是往这边走的 谷歌好像应该已经好久没更新了吧 赶出中国之后 中国的不知道它更新了 也没有持续的更新了 但是这种 这种小道也没把你给照出来了 哇 好多羊屎 他们这个羊屎是收集起来 到时候也是分的 买家买货 过冬的时候烧这个羊屎 这个羊圈 现在羊都出山了 全部到山上去了 下雨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好多羊圈 这个羊屎 羊粪 收集起来了 堆堆的 看这个羊粪晒干了 好像豆子 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 守羊的人住的吧 这个肯定是人住的 临时住一下嘛 按理论说 羊在这儿的话 是要有一个人在这儿守的 虽然他们不定期在这个地方 都是定期在那个乡上 或者村里面 看样子好像已经赶到其他地方去了 好像还有一些新鲜的羊粪呢 这个到时候再具体的 要跟那个碰到本店再聊一下 再了解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它是分天的 就是分这两天 关在这 在这儿一段放 然后放到其他地方去 关在其他地方羊圈里面 应该是这种 相当游牧形式的 所以它那个 前面最上面那个是 放羊的人住的 它里面也是很简单 可能就是那个阳关 放羊的人 他也是搬着一些 简单的 睡的吃的东西 然后到下一站去了 就搬到下一站去了 好了 好像气好像这个轮胎出问题了 左后轮胎气压不足 完蛋了真的是爆了 这个茫茫无人区啊 不知道什么鬼给扎了 我去 走这种路真的是 你都没有打算 我去看 我去看 对 我去看 我去看 不要 你 我去看 我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锋利的东西给化了 哎哟 这个后胎 这个应该是没法补了 我现在这个是非前尺寸的备胎 哎哟 这个能出去吗 这还有 应该有300多公里呢 这一街被化的 什么鬼啊 这个至少要到尼玛县才能补胎啊 这个怎么出去啊 慢慢开吧 开两三天 哎哟 个人 哎哟 早上温度降低 气压也随着降低 气压就很容易被祸掉 要把整个水箱放完 要给这个车降中 这里出去我估计还有300公里左右 大概走了100多公里从双湖过来 返回去当然路程会稍微近一点 但是这边前面就是有一个挫折枪马箱 像那个应该是有补胎的 因为它村子里面有很多车嘛 它那个乡上有很多车嘛 那怎么知道它自己最起码有一些补胎工具吧 我觉得可能把我那个外胎补一补看 看能不能有没有可能 现在是先走到那边去 现在只是慢慢开 那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面走 昨天不是在那个山上装了满满的一壶水吗 因为我在路上我就不打算做饭了 我觉得是多疑的 早上我本来想把它放掉 但是结冰了放不出来 现在我就把它全部放完 但那个放的有点慢 因为它那个出水口有点小 我现在就给它慢慢的放一边 放我飞一边走 现在看一下几点了 现在是两点多钟了 已经 只要先放小时 再放一起 我保持好不好 放小时 再放慢 我会看一下 那么多钟 我先打开 那你先干什么 你就会把那装 做解 你 我 我 Zahl 你 继续 你 这 我们 我 我 不管 这个小乡上有个补胎的地方 不知道先来找工具去还是什么的 这个小乡上 这个人也是走得七七八八了 很冷清 你们不是搬到拉萨吗 你们什么时候过枪 现在不一定 现在不一定 其他人都去了 小孩也去了是吧 那边的房子已经给你们建好了是吧 你家的一份房子了吗 现在没有住的 我们都是在这里 都在这里 两三年就要上学了 到时候就必须要去那边了 小孩上学 勾了那么大一块 补胎失败 小伙子也不知道怎么补 本来有点伤胎就叫也坏了 所以就没辙了 那就现在在村里面吃个饭 然后继续走吧 在这有一家茶寡 在这有一家茶寡 老板 你好 你是老板吗 有吃的吗 现在 现在有什么吃的 这里有饺子 饺子 饺子 还有啥 还有盖椒 盖椒饭 盖椒饭 这我云南的 旅游的 对啊 跟我来一份盖椒饭吧 一个 白菜吧 来我来个白菜吧 你们是在这边上班的吗 好谢谢 哦这个应该可以 但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上得进去 这个不知道 是的话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 通用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给我吧多少钱 给你补贴一点钱 嗯 刚才给了 81150 这个给了850 2000 2000块 这个关键看尺寸了 拿去用的话你倒垃圾的话 垃圾放的话 我 我 小脚 我们现在用的 要吗 对 这边擦擦擦的 我 是吧 是 那你们也可以 可以 我可以降价一点 就是关键它那个 对啊 尺寸对不对 那我们去试一下 先去试一下 这个对了 能上的话就可以 对 辛苦 今天就走不了了 本来去找了那个师傅 去补了一下胎 最后是埋补 因为那个话的那个口子太大 埋补成功 这个在乡镇府工作的 这个林玛 好同志 他说是把他那个有一个 闲置的那个胎给我 让我开到拉萨 然后再搁了拉萨 但是他那个胎不合适装不上去 本来又想把他那个败胎给带上 两个败胎 就是这样我走的更安心一点 但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败胎 还是装车装用 没法就是装上去 这样他就决定不走了 然后就跟着他们俩在这 逛一逛他们这个村子 记录一下这个村庄 搬迁前的最后时刻 我们处理它 人家 我们 带不俄